準備了一個大家都很關心 很想知道很多事情不是很清楚的一個題目 就是下星期四月一號 5G的網絡在香港正式開通 很快,下星期三 手機也開始派貨 但很多時候大家會出機的時候 連上5G的計劃一起考慮 但5G的網絡 無論是服務、收費、覆蓋 其實都不是太詳細 很多人都未太了解 所以今天我們做了一些功課 問過不同的網絡商 整合了一些十個問題 十問十答 中間會越來越多 我們以十問十答為基礎 當然大家如果有第十一問、十二問 可以在我們Facebook直播留言 我們答到的會幫你答 答不到的我們會閉下 再幫你問回網絡商 盡快告訴你們 再留意我們的各個頻道 我們這個節目的目的就是因為下星期開 老實說,周圍的人都會問 就算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我升級了5G之後是怎樣的 5G之後是怎樣的 計劃的計劃是怎樣的 數據的用量是怎樣的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所以看看今集可不可以幫大家 拆解到心中的疑問 好,我們馬上來 其實很多人都想知道 5G對一般用戶有什麼好處 因為你們付錢買 交台費 你又要換手機 其實5G對你來說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如果之前聽得多 很多報道都說 其實5G最重要的是 最多人一定會知道的 就是快了 快了 速度快了 快了就這樣 快了就這樣 快了多少 通常大概是20倍左右 笼統一點去看 即比現在4G的速度快20倍 例如理論值 一支BPS 一跳一跳就是5G 可能已經是20G 理論值那裏 20倍 其實也挺厲害的 而且現在很多評語都會是 譬如說 用下載東西來計算 其實你下載一部電影 可能一部4K片 通常幾多G 可能都是十多G 其實理論值來說 基本上一秒 就整部電影都下載了 當然 你實際用的時候 不會一定是20G 一秒被你搞定了 或者可能可以上去 也可以上去 可以上去 大家看看 另外就是 剛才講的高速 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個概念會知道 是這個最重要 以5G來說 然後就是一個低時限 其實低時限是什麼呢 可能平時你平時 可能你這樣上網 看Facebook 可能未必會太覺 可能你打機 那些就會很覺 例如你打吃雞 你按鍵 到你真的射到出去 如果你低時限的話 就能確保到你 由按鍵到真的發射的一刻 很快 那你贏的機會就會比較大 低時限就是 還有一個例子 看到地板有項目 你走過去 怎知下一個玩樂 就是退回下一步 那就是關於隙間的問題 會令到你 簡單來說就是慢動作 別人看到你站在那裏 你看到對方站在那裏 你想開槍 誰知道你死了 那就是關於隙間的問題 還有就是Massive Correction 關於IoT 其實IoT可能聽了很多 現在市面上也有些產品是關於IoT 但大家實際上未能應用得到 即使你買了很多時候 例如你的網絡機器 你就可以加入在家裡 然後你就可以在公司全網絡 然後回家看影像是怎樣 你家的情況是怎樣 這些已經是IoT的東西 以後還會有很多關於IoT的東西 可以配合5G 就可以發揮到最大的功效 沒錯 好 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那個5G的好處 大家知道 可能 大家現在在手上用到5G的手機 其實可能在速度那裏 對用戶來說 就是最明顯看到的東西 沒錯 好 然後 第二題 第二個疑問 第一題 第二個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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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疑問 也有很多人問 現在你這麼快 我現在4G在使用 很多時候都會 Hotshare、Hotspot 甚至可能是BT的用途 我相信BT比較少 現在就 有這麼多宣明的服務 現在就 如果你是BT氣 就 真的少了 因為很多片 都有串流 當然有些人都會說 不是 我想保持 當然有這個動作 也會有 最主要我們想提到 其實可不可以 做一些 不是手機 搜尋的 Tethering 對呀 Tethering 或者有時候我們經過電腦 可能做一些 FTP BT 等等 這樣的 經過電腦 扔個大塊給客人 對呀 剛才說的 如果Tethering 和BT 在現在現有的計劃上 看到 就是沒有開 沒有開 即幾個台都是 暫時看到是 其實這樣說 其實你開頭4G 開頭的時候 都用不到的 是 是後來才 讓用者可以用得到 所以 其實5G 一開頭現在 都是用不到的 看它的計劃 即是快 在自己的手機上快 對呀 即是用不到在其他地方 對呀 沒錯 暫時來說 譬如 你不知你想 你自己幾部機在新的 你想分享出去 那就不行 只是單部機先用 是 是 如果想要這個 打算開5G 就不用想 不過我想之後應該會調整 因為上次我們去 有過網絡商的 一個體驗活動 都看到它們有些 關於 這個問題是 可以再探討一下 是嗎 再探討 因為你講到那個 Router那些 不知Router 原來是 這個都多人問 不如 不如 我們可以跳呢 可以跳呢 2 2 3 4 第六 第六 對呀 我們先跳到第六 對呀 我們先跳到第六 對呀 因為講到這些都有點相關 對呀 沒錯 其實 就是一村屋 上次去那個體驗活動 都見到 有一些 Wilder 現在都很流行 Wi-Fi Wilder 有Mesh 其實有一部分人 都幾慘的 他們用不到很高速的 不要說一千Mbps 可能一百Mbps都未必用到 可能是村屋 可能比較偏遠 甚至可能是頭樓 對呀 都是用不到比較快的 光纖的寬頻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用了一些 四肢的Wilder 來代替了 基本上都會比它本身的 可能只有八Mbps 甚至乎更少的寬頻 在那個體驗活動 我們都見到 有一個這樣的Wilder 是可以裝五支卡 但是 聽上去 美國有一個關於家用Wilder的Pan 那個Wilder是未出門的 它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到時4月1號 會不會有賣呢 都未知 但是它就 展示出來給大家看看 跟大家知道 其實這個選擇 有的 不過未知何時 是 對的 都要告訴別人 有可能性 有些人真的想著 5G出了 有機會在家裡用到 尤其是 他本身正在用摘頻 不夠快的寬頻 細水喉的 可能在家裡也看不到4K片 可能用5G出了 可能可以看到4K片 可以看到4K片 也好 就是你宣明的時候 是 是 好了 覆蓋又怎樣 覆蓋又 其實很多人都很關心 沒錯 當我們是 接下來的問題 最近 可能 昨天才有人問我 剛剛合約到期 那當然是售貨員 叫他 不如你補幾十元 想 不知道 他打給你嗎 不是我 朋友問我 只是他到期 問我 不知道好不好 那我問你什麼好不可以 那我問你什麼好不可以 那你住大埔啊 大哥 哈哈 禁區來的 那你先想想 那我們就可以先說覆蓋 其實 其實我們 這個 兩個疑問 題目 問題 都是 可以相關的 第三個 什麼時候到全港覆蓋了 我們有圖 我們可以有圖 我們可以有圖 有圖給大家看 其實現在 馬虎是說 這個是完全體 這個就是整個香港 其實這些資料 都是之前 某個網絡商 搞活動的時候 同時有個發佈會 其實這些資料 我們有些都是從他們那裏 因為 最主要他們那個 複蓋 即日一的複蓋 他們會比較廣 一點 所以我們拿了他們 來做一個講解 分享 其實 這個就是宏觀一點 這個就是 你看到 整個紫紫地式的那個 整個香港覆蓋 其實他們就預計 會是 在2020年尾 是的 而現在 4月1號 最主要去到 中間見到 維多利亞港 維多利亞港 他走了 不要緊 他去了 維多利亞港 我們想放大一點 給大家看 先說一下 其實他們現在 用某個網絡商為例子 其實他在4月1號開設的時候 就是以這個 我們最煩 最多人 最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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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地段 和彎彎仔 金鐘 中環 上環 這些 九龍那邊 尖咀 左敦 右麻地 旺角 紅磡 土瓜環 正正就是 現在 將圖中間 深置色 最密的位置 圍著圍多利亞港 兩邊 兩旁 那些位置 在街上覆蓋 是 沒錯 戶外的 不是室內 其實還有一些大型商場 無論哪一間營業員都好 都有一些指定的商場 室內 都可以在裡面用到5G 但是他們那個商場的覆蓋 可能不同的營業員 就會跟不同的商場合作 沒錯 即是說不是那個商場 就一定收到 那麼多的5G 暫時性就是這樣 大概的覆蓋 就是這樣 終於要留意 就是 如果你拿著A台 去到一個商場 可能收不到5G 但是他又說 有可能是另外B台 才覆蓋到 其實如果我421號舉例 我真的出了5G計劃 其實我真的想用到5G覆蓋 其實就是市區 剛才我們所說的 黃區 如果我不是在這些區域上班 或者住的 基本上我都是用4G的 其他地方 這個是4號 我想問一下 剛才我提到 大埔是一個禁區 大家在地圖上 都會看到 新界的大埔沙田 一個很大的範圍 上高 還有香港南部 香港南部好些 因為它其實都是一個很南的位置 大部分都是海的位置 但是大埔沙田馬安山 那個覆蓋 那個限制範圍就很大 這個什麼叫做5G禁區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第四條 5G禁區 其實你看到那兩邊 現在5G其實正在用3.5的頻譜 但是在那裡 就按了 即是在那裡 就不會收到這個頻譜 的5G色 而這個對應的方法 就是譬如說 這個網絡商的資料 它就會用4.9G的遮蓋 去彌補 即是另外它拿了一個4.9G的頻譜 它已經用了4.9G的頻譜 去遮蓋這兩個位置 應該都是用得到的 不過速度那些 這樣就要到時才知道 所以它4.9G的頻譜 可以用的時間 或者大家用不到的時間 有沒有說到 沒有 暫時還沒有 沒有說是同步 但它最主要是說 告訴你 會用這個解決方法 去解決了3.5G的頻譜 那個禁制的問題 沒錯 其他東西到時才會知道 其實禁制的問題 其實就是在於 因為那兩個地方 是有一些衛星服務上 即是有些碟 即是有些天使 可能大家去大埔踩單車 踩入大尾都 工業村最最東那裡 還有一個衛星的發射站 另外在赤柱 也有一個很出名的 很歷史悠久的衛星發射站 主要就是因為 跟那個衛星頻譜相撞 所以就用不到3.5G 但問題是4.9G 不是每一個5G網絡商 都有投到4.9G頻譜 是的 其實另一間網絡商的做法就是 它會用這個2,100 現在現行的2,100 它提供5G服務 在這些我們所謂禁區的地方 就給一些5G用戶 上5G的網絡 即是用2,100這方面 因為始終 通常都是用其他頻譜去填這個頻譜 但即是在一個速度 或者那個頻寬上 可能會有些不同 會有些不同 就可能要看它 中間有多少Mac 才可以真正了解到 究竟這個速度有多少 沒有辦法 因為頻譜有這麼多 就只有這麼多 香港買了出來 我們每個網絡商有的頻譜 就只有這麼多 香港的頻譜很矜貴 很矜貴 是很珍貴的 所以為什麼大家都要經透 拿多些 提供更好的服務就是這個原因 某個網絡商就用了2,100去解決 另外一間就可能4.9G 還有一間的 那個就暫時好像沒有資料 說到 另外也有很多人問 比如說 你除了網區 那網區裡面也有地鐵 地鐵 有沒有不知覆蓋 現在大家經常投訴 哪個台都投訴 用戶就是 在地鐵裏面 慢到 你一放工就 大家火火上 現在可能比較好 地鐵沒那麼逼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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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方 對 其實da 巴筆大家 Before 這張 入口 每個都是在旺入口 好 相 lum estan 不過很多網上都會慢慢做事 當然要搞地面的覆蓋 其他地區,偏遠地區的覆蓋 或者同時都會同時做 可能在地鐵時,你拿著5G手機也好 在地鐵下到地鐵,你就可能要先用4G的網絡 其實地鐵的5G網絡是否跟現在4G的做法一樣 因為4G網絡在地鐵裏面的擁有權是地鐵的 即是不屬於任何一個網絡商 5G是否會這樣做呢 應該都會這樣的 因為是要地鐵放網絡商的員工進去 裝置5G的裝置、銷售 所以說視權仍然在地鐵裏面 我想新的那些應該做了 因為你始終所有天線、其他東西都是公家 即是大家 其實是這樣的 一個之前我們獲得的消息就是 之前那些機站、機建 其實就是大家一起投來做 是的 可能某一間投來做 大家接著之後 應用者放自己相關的設備進去 就可以供應那個網絡 即是在地鐵裏面的覆蓋就做完了 這樣 我想新的那些應該會這樣做 是的 但是 講得新的 即是說 可能未來的新線 或者一些比較新的線 可能已經做了 但舊的線 大家都知道 舊的車站 或者舊的人流多 可能建築的結構又複雜 有時候可能要提升這個服務的話 是需要更長的時間 還有最主要是因為 他們收了車之後才可以進去做 其實那個時間是很少的 是的 還有 給他們做的時間 收車的時間更加少 因為地鐵收了車之後 其實他們自己也有些事情要做完 才可以放到他們進去做 所以就 令到那個 在地鐵舊線 升級或者加裝 5G網絡 可能那個時間又要長了 沒錯 好 有一個讀者問題 是 可不可以講一下 16GHz 和MMWave 16GHz 會不會只是假5G 實際上也只是4.5G呢 16GHz 好 頻譜問題 頻譜這方面 其實 可以講 新 其實 主要網絡商 暫時都是用3.5G和4.9G去做 獲取新的頻譜 即新的那些 就是 高頻現在應該還在搞緊的 是的 你見 其實我可能會播出一張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二章 香港好像沒有開過MMWave 第一章 香港好像沒有開過MMWave 第一章 大家都有去留意 究竟 MMWave 是不是 可以在香港用到 但是 因為真的 涉及給我 極高頻 即28 28 其實 更加高頻 其實那個距離 極短 極短的 應用上面 其實是 有點窄的 你見現在大家都是投到 沒錯 MIDBANG 其實大家都是集中於 在MIDBANG上 MIDBANG中間的 綠色的 對 兩大 我們講 某兩大 都是用3.5G和4.9G去 去建構他們的五千網 因為超高頻 去到28 這些 就真的他們還在試 之前政府 這個超高頻 是面鏡頭方式 去給網絡商 是啊 現在這個 28Hz 極高頻 其實是放在什麼位置 會不會在商場裡面 或者是一些比較密集的 一些街道上 才會用 因為我們也知道 剛才你也說 在這個 高頻的情況之下 28Hz 那個 覆蓋是很短的 就是每一個機站的範圍 我見現在都有一些商場 聲稱在室內 某個網絡 在某些商場裡面 那個覆蓋 都是完全適合的 那會不會是 他們有沒有提過 是否用這個28GHz 這個高頻率去做 還是其實都未用到這個 因為其實政府是派過這個 其實都未用到 其實是未 我相信 因為呢 他在說 通訊局 其實都是 就是 二向 四間 平均分 這個 16GB 裡面的東西 MMA 就是26-28 首先 香港應該是 26-28GB裡面 有400MB可以分配 現在 去年 其實我們說 上一年 已經在說 是 做一些接受業界 去申請 16GB 那裏的評斷 其實 當時的資料 就說 是預計 可能是四間電訊商的評分 不過 有一間 沒有申請 他不要 現在 都是等待 在現階段 很多 幾家電訊商都說 推出5G N-user 方面 都是維持在低頻那裏 那究竟 那16GB 是不是假5G 是不是4.5G 暫時 未有太多的資料 其實我想 16GB 或者28GB 未至於算是一個 假的 因為其實 外國都會用到 這兩個高頻 去鋪他們的5G 即是MM Wave 的一些 網絡 另外 亦都有些手機 指明支援MM Wave 例如Sony Xperia Pro 在某些情況下 這個MM Wave 它的速度 應該是會再高一些 當然 可能 應用上 你會是一些 定點的應用 例如Sony 他們最初的示範 即是說 他可能在某個Stadium 做一些直播 你那個 用了手機 可能那個CAMMAN 他不會到處走 他最多都是在 那個Stadium 的範圍內 活動 在這些情況之下 那個HIGH BAND 即是那個MM Wave 可以用得到出來 即是速度會很快 但你就不會 到處走的情況之下 是 因為 因為 那個覆蓋的範圍 真的很窄 還有干擾 會比較容易受影響 所以我自己 會覺得 這個 不太大問題 當然 你說香港 環境 是否很方便 鋪到 這個 HIGH BAND 的MM Wave 當然我個人也有些保留 如果不是 政府第一 就不會 不用投給你用 第二 不會有網絡商 舉手說不要 其實都應該是計算 我自己關心 就是 在Low Bank 即是 剛才你們提到 會有些網絡商 會拿到 2100個MHz 放在 5G盲點的區域 但其實 據我所知 譬如有些台 都會將它現有 一些 900 或者1800 MHz 將來 放在 5G上面 大家都會知道 900和1800 之前都是在 2G和3G上面 用開 其實 部份的頻譜政府 已經收回 即是再重收 或者等舊期 有些很快 有些等舊期 有些就收回 即是再拍 其實 拍了 再拿回的台 我想都不會 放在 2G、3G 都會把這個 放在 5G上面 其實 手上 有些 用者 可能還有一些 舊的電話 可能是老人家 或者是 還在用3G 其實會不會影響 現在2G、3G的覆蓋 其實 應該在某程頭上 都會有機會影響到 因為你都轉了 其實沒有了 所以有機會 有機會 那些真的要 看看之後怎樣處理 因為2G應該都淘汰 只有七七八八 反而3G還有一些機 到時可能 其實去到那 都是 我們的3G 或者4G 已經變成那時候的2G 即是 整個轉移 轉移過去 如果你真的喜歡用舊機 就沒有多說 你好像數碼電視一樣 Analog電視都會 淘汰 十幾年時間 十幾年 即是今年年尾 都是要淘汰的 可能 那真的要準備一下 嗯 好 那 講了這麼久 網絡的東西 其實 都有很多人很關注 就是 有什麼機用 一開始 我最關心有什麼機用 我最關心有什麼機用 有什麼機用呢 這個 應該是你最多 我用最多 其實我試過一下 其實現在 市場上 已經面世的5G手機 有三個牌子 其中一部H牌 是可以接的 開名 不要緊 華為 華為Mate XS 首部5G接電螢幕手機 Samsung S2系列 最大的機 沒有在手 沒有在手 不好意思 最大的機 Ultra也有 你想小的 S20 帶得六袋 舒服一點 也有 其實 還有就是 Vivo的NEX NEX3 它都是支援5G手機 其實這部機很特別 這部機 上年推出的時候 已經是5G手機 但是 因為 上年 未有5G 網絡 無用無知地 現在可以拿出去用 不過 據聞 其實這部機 支援的BANG 就不太齊 剛剛 這間廠 就出了一部新機 叫做NEX3S 它支援5G的BANG 就比較多 即是強化版 可惜 沒有看護 暫時還是 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有關方面 看到這個節目 都可以找我 告訴我 究竟這部機有沒有行貨 不買行貨 買什麼貨 自己想想 我想問一下 行貨手機有這幾部 其實水貨手機 有沒有哪部手機 一定可以用得到呢 水貨手機 水貨手機 可能是之前華為的MAX 其實有些 行貨口出的型號 水貨 都用不到 都用不到 大家可以留意 但是唯獨 日本機應該 日本機 我現在這一刻 所謂上 未有知道 要看日本機的頻度 知不知 日本機 好像真的不多 除了Sony Sony 遲些都會有漢貨 但其實 現在你看看日本本土 賣日本品牌 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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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都很帥 你剛才說了 接下來真的有很多 Xperia 1 Mk2 接下來這部 OPPO 新機都會有 還有小米 小米10 都會支援5G 陸續續都來香港 我想最快出的行貨 接著下一部 應該就是小米 即現在買到的一天 就一定是SAMSUM 都在勁谷 沒錯 還有Vivo 好 好 我想問 即是 機就暫時選擇很少 如果我 快要滿約 可能 短時間內滿約 我又不想換機 我想等年尾 多些機減 或者等iPhone有5G 現在轉過5GPanda 用4G機 有沒有好處 這個 其實那天發佈會 也有提過 即他沒有很詳細地這樣說 但他也說 如果你 例如你 用5GPanda 你用4G手機 其實他也說 會有優勢 會快一點 即是 會快一點 優勢應該是快一點 我相信 因為你跟網絡有關係 沒有理由說 會容易連接 沒有理由先慢一點 沒有理由 他的優勢 我們猜是快一點 但官方說 會有優勢 這個 其實他的計法 譬如他現在5GPanda 可能是100GPanda 200GPanda 這樣數據量 我用4G手機 都會給我100GPanda 對 因為美國Panda 你是在用那個Panda 對 因為現在4G的Panda 很多時候 大容量 可能是10GP 20GP 沒有100GP 當然 你說有沒有一個人 可以打得爆 100GP 我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用一個月 都是二十多GP 其實都算很多 很多人未必用到那麼多 100GP 就發張 看看片 就是我們現在鏡頭前 就是我們版面顯示的問題 家庭計劃 其實家庭計劃 都是計算那數 就是你 好 我當你5張4GP 其實呢 譬如你申請 900GP 300GP 5張才有300GP 那就是 一張60GP 平均計 平均計 很多 一張60GP 很多 你不是看片 不是做Live 其實應該 不會太用得到 這個 究竟能否用到100GP 我覺得很取決於 究竟用家 用起來的習慣 即是突然間 好 我當出了5GP YouTube 不用再走這個解像度 一下一下 4K 8K 甚至8K 這樣就有機會了 手機又未必可以 手機的YouTube 好像未有了4GP 我講的 用那個 其實都是 我不是給你100GP 我就真的可以用到100GP 有些東西要配合 譬如我可能看片 我突然間 所有的平均計畫 給了4K 甚至8K 我開了HIGH RAC 是可以的 那時候 用量 就會自然 會調整 去高一點 那你想想 4K片 可能有些新的 HIGH RAC 音樂的歌 你相對又會用多了 可能 你突然間在街上 好像某個網絡商 有一系列的 娛樂服務 可以支援給你 在5G網絡下 體驗會好些 例如 4K英超 4K西甲 這樣 那 就真的用得了 有機會 對 對 對 就算一下 5G家庭計畫 多少錢 因為 要計算 因為 它是上升 加上去 所以未必直接加上去 即是上星期 搞法會 就是上升 對 就是上升 要看你加多少 再除開 卡的錢便宜少少 便宜少 沒錯 如果這樣分享100Gb 或者200Gb 或者300Gb 應該就 真的挺OK 很划算的 你的電話 那些 數據 限制 我可以撻盡 例如 剛才說 我們昨晚試 現在新的 就是 iOS 13.4 現在 下載 或者是 串流 Apple TV 其實現在就可以 讓你選擇 你的頻寬 以前就沒有選擇 以前手機 還是標稱 WiFi 才可以高清 現在手機 手機 都可以 撻回去 做高清 即是想 在巴士乘車 想 那你便不用省著 全部撻進去 旁邊都可以看到 和你一起看 好 那 還有什麼 還有 還有一件事 很重要的味道 講完手機之後 還有一件事 大家都很關心 就是Pan 當然 是 我們準備了沒有 我們有些事 準備了 好 Pan 好 這裏 就 展示了三個網絡商的 一個收費的計劃 嗯 是的 你會看到 有些原價 上台價 上台價很明顯 就是跟機出 就有這個價 那 中間 3HK 那個SIM原價 其實和中移動 或者 CSL 大家都是貼近的 不過大家的做法有點不同 可能中移動 原價是 以100G為例 4-3-8就是原價 可能因為上台 你簽約 他會給你一個優惠的價 那三仔 就是因為 可能 他會有些手機應金券 給你買機 換機 所以 所以 就 有些不同 那 CSL 就會用了 一個 Samsung S20 那個上台價 就是上台 去做一個優惠價 就是上台簽約 就是這個價錢 是的 那你見到 其實三個網絡商 最高 都是 300G 似乎是一個共識 是的 最盡 都一個月 用到300G 就是這樣 一個人怎麼用300G 現在是4G 300G 就很誇張 這個數字 多人人不知道 300G 是不是可以 如果大家 有什麼 大家 觀眾 有些覺得 我真的一個月可以用300G 不妨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平時用機的用法 是的 小弟 小弟 真的用不到300G 如果用手機 如果沒有T-frame 那些東西 其實 300G 除非你真的猛的看4K片 我想不是看 可能是否我不停拍4K片 不停的上載直播 才有機會用得到 一定是影像 一定是影像 是的 我後面有同事說 Program 能不能做到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那件事 就算我有這樣的 數據用量 其實我真的要有 程式配合 才可以 用得盡 是的 當然 這些相負相成的東西 不知道網絡就出了 可能有些 突然間有些 Program 更新的 我可以成績直播 都未定 但是 現階段 我真的 我個人的意見 如果你說300G 我真的用不到 除非你是用Plan on top 變成家庭Plan 再分享 家庭Plan 可能會比較合理 算是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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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專門介紹幾個台 也好 最像是用不到300G 怎樣用 你們拿著手機 就看你們自己 平均來說 你等於現在的 4GPlan 的數據量 成大10倍以上 最基本 100G 不可能等於我們普通的 10G 成大10倍 因為他們之前都做過一些 研究的 都會覺得 新世代的網絡 大概的容量 都會10倍左右 現性的10倍左右 其實那個 每1G的價錢 大概都 應該沒有10倍 我都要找回我 我寫過 我知道 還有知不知道 比如說 幾倍 我逐約就是可以 如果你懸約 可能跳過就容易搞 我逐約有辦法談 這些 逐約有辦法 有沒有得便宜 我找四招 我又未完結 我可不可以跳上去 問題就是 你出了5GPlan 我就建議他 要不就問他 那些台 例如現在3HK 做的做法 他不是立即要你出部機 他是給你手機現金券 那你便可以保留這個提供 到你年尾可能多些機 選擇的時候 你才會自用這個研究券 好像有限 那怎樣都一年內掛 今年內掛 如果他轉了5GPlan 但又遲遲不用5G手機 那好像 是的 好像不知怎樣 那些 你數據量多了 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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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這樣說 但我會建議他 轉行家庭Plan 起碼你現階段 你可以將數據 share來用 那就會經濟一些 即不用說 每個人 譬如你家四五個SIM卡 如果四五個都想 5GPlan 你 這裏講的是幾千元 一個月電話費 就很厲害 所以如果你尊重家庭Plan 你share share一個 200G或300GPlan 那就 非常非常夠用 經濟一些 非常夠用 成本亦都可以 所以我叫這個 這個階段 其實你考慮幾樣 第一就是說 你是不是真的換機 第二就是說 你 就算你換機都好 你出現在5G覆蓋的地方 起碼頭這半年 那個機會率有多高 如果你兩樣都不是的時候 其實就真的未必很急 當然不是我現在不轉 我簽約的時候 綁兩年了 兩年就沒得動 其實又不會的 我覺得 因為 你 到你有活心儀的機器 你跟網絡商說 我現在升級到5G 你猜 網絡商會不做你生意嗎 一定不會的 一定會給你升級上去 最多是在網絡上 怎樣跟你搞 在旧約轉新約 還是on top加上去 這些有辦法的東西 對 那些銷售員會幫你安排 我覺得這些 我現在間歇 其實都收到一些 某些朋友 傳給他們 那些員工 員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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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些人說 我不是我一定會用iPhone 我不會轉 那你的iPhone也不錯 你真的不用心急 甚至今年都未必有5G 不知道 你現在的環球情況 會不會新產打亂了 不知道 即是5G的服務 都是用在Android手機上 你也知道Apple的東西 有時在第一代 都先看好一些 我聽到也有一點想問 譬如說 你用300G 我300G打爆了 會不會Swap Cut 又或者我不是300G 我可能買150G 或者100G 那些 到頂了 要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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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加錢 是或是一些高用量的Pan 其實他會 當你數據用盡的時候 會給你無限的限速數據 都是拿回最高Pan去說 例如698那個 300G 如果真的用完 家庭Pan如果可以用完 你還有300G 限速數據可以用的 亦都可以用10元去買兩GIG 10元買兩GIG 十元買兩GIG 十元買兩GIG 頂不頂 兩秒而已 兩GIG 單一隻鏡都沒有了 十元這樣 很爽 看看你需要不需要買 可能你真的很需要 突然間要幾秒內 射到東西給人 有個檔案一整GIG 拔給別人 交給老闆 交給客人 你就要拒賣 你要收到這樣的速度 但首先 拔掉FTP 或者用手機 當然用手機拔掉FTP 應該經過很多步驟 還有你交給客人 客人不是馬上看的 大約要交 有個問題 有人問過 真5G網絡 真5G網絡 很問題 很多人都覺得 5G網絡就是5G網絡 其實5G網絡是有兩種的 5G網絡 現階段香港應該是NSA Ravens 其實分了 Stand alone和gun stand alone 那麽多個台都是Longstead alone 之前中國移動香港做過一些測試 他就用SA 建立了五支網絡 我都有看過 那時代表他們有這樣的能力 在香港部署SA 的五支網絡 有時為了兼容性和兼顧手機的時候 NSA 暫時都是一個最主要的構成 會不會是因為覆蓋 要按部酒班慢慢上去呢 是否因為這個原因 後面的東西有關於 後面很多原因 可能是位置也有 所以你NSA 就真是Stand alone 申起一塊東西 新機站 NSA 就是Stand alone 即是根據現在四支的機站 可能是加上去 所以一來可能有價錢 即是你按加上去 又投造過一個 可能那個價錢上有些不同 因為NSA 後面核心網組件 就是四支 NSA 就五支 真正正正的五支 就是這張圖 左邊就是NSA 右邊就是SA 左手邊就是NSA 右邊就是SA 你可以看到 其實操作控制面 就是一個控制的界面 NSA 就是用四支 NSA 但資料就是五支 如果SA的話 就是所有控制的東西 和資料 全部都是經五支 即是六條虛線 紅一條虛線 藍一條虛線 沒錯 真五支當然有它的好處 好處就是 可能部署會更加容易 做一些網絡切片 Network slicing的功能 在SA的五支網絡 在SA的五支網絡是更方便的 即是說 舉個例子 可能有些 我幫我的公司 建立一個 只是屬於我的五支網絡 在SA的底下 就是快些 可以建構成為 這麼獨立的網絡 亦都可以左隔 和外邊的網絡去連接 保障安全性 其他各方面的東西 因為他們可能未來 SA的網絡 他們後面的東西 很多都是靠 其實調動會比NSA更加好 還有那個速度 會不會有些影響呢 即是因為始終 即是四支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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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那個速度上 極速上 會不會有影響呢 會不會有影響呢 其實速度 在我們end user的角度 應該不會感覺太多 但如果去到一些工業層面 就有機會了 好了 我們預設了些什麼問題 這個都算是今天最技術的 對呀 但你沒有問題 你的答案是 香港那麼多的操作 都是用NSA 有些可以混合的 在這個時刻 幾個台都是NSA 有些是NSA 有些是NSA 有些是 可以混合兩樣的 和網絡方面 可以有兩樣的 其實他們都要過渡 所以為甚麼是真正5G 就是有SA才可以這樣說 不然就只是5G網絡 不可以說真正 但對end user來說 其實他不知道 行NSA或者SA 不知道 有些測試機是可以混合的 有些測試機是可以混合的 但說明測試機 一般人當然不會用測試機 你不會突然走到某個位置 突然想轉NSA 5G 突然去到某個位置轉NSA 有些曲可以打到 有些工程機 應該怎樣都要有些工程公式可以開的 工程公式可以開的 工程公式可以開的 在App 應該就會在機器裡面的系統裡面有些選項 就好像你在Android開了一個開發者選項 簡簡單的 但是我轉來轉去 對於我真正的體驗有沒有影響呢 我認為 我自己認為 在end user 的角度 應該是沒有影響的 還有難道你也不會知道 我是不是去到這個銷售 去到那個銷售要轉 要轉銷售才會再來測試 有些人喜歡拿一部電話當挪奸 那你就會來測試 那你先把銷售卡 一號是SA沒有銷售卡 那你把銷售卡試 他才掃那個銷售的分別 其實都還未提及這件事 剛才說過中國移動香港 他們已經測試了這個SA 用SA去做這個五支網絡 其實他們想著 可以在今年的第四個月裡面 就把網絡過渡到那邊 但是究竟最新的情況 或者現在的進程是怎樣呢 我想真的要看網絡相講 有沒有資料給我們 那我又問一個問題 你也見Smarttone出新聞稿 說自己是用Arison機站 不同牌子的機站系統 有什麼影響呢 或者分別呢 分別嗎 純粹是一個心理大家舒服一點的 要大家要一眾operator的經驗 某台曾經說過 某台是用華為的 沒有影響的 應該是沒有影響的 似乎是一個宣傳 宣傳多一點 宣傳啊 即是出了新聞稿 說我要用Arison 是不是信心保證呢 有個G字 是不是信心保證呢 劉黛真是大家自己去決定 因為他是暫時唯一間沒有計劃的 這次Pan也未見過 不知道收快 也不知道這個表現 雖然之前他開過記者會 叫做做那些 穿到的網絡 但是速度還未可以 有些Demo 有些Demo 未可以作準 Pol也有Demo 可以體驗到的 即是 未 或者是他們 即是Smarttone台的用戶 可能可以 可以 你按過也行 可以 這個也是 之前的四支 用開哪個 網絡的研發商 有關係的 用一些器材 因為他之前用Arison 過渡回Arison 即是 不需要再投資 即不是突然間轉 即是 隔過也有點難做 以前試過 以前有operator 試過 幾乎是很大件事 沒錯 你後面的所有設備都要轉 某台 又要講回某台 不開名 今次又不開名 他們就說 他們的組件 是用了非美國零件 就不影響他們去部署 這個5G網絡的事情 非美國零件 即是怕將來沒有support 這是什麼意思 背後原因 背後原因 真的要大家去猜 是的 我解答不到 這個都解答不到 有一個問題 我相信 即5G是一個data的數據 即data的網絡 有一個趕電話的時候 5G會不會好像4G初初呢 4G現在我們就有VOLTE 可以在4G上繼續趕電話 但5G會不會有類似這種功能 我要跳下去4G或者3G 這個呢 其實我們都是尋求答案 之前有少少資料 應該會跳下去4G 但未確實 但就有資料 那件事是這樣的 你想要一個很官方的答案 其實這個答案 可能在SA上就會解決 因為前後都是 獨立 最前也是5G 後面也是5G 到時應該是5G over voiceover 5G 類似 類似這些東西 為什麼這樣問呢 其實在4G早期 或者未有LTE 都真是麻煩一點 跳下去3G 趕電話後 又不是馬上4G 可能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出現過 剛剛我有4G的經驗 我問一下 這些其實我們接下來 等4月1日 我們就試一下 對 一踏著大家就 很多東西可以試 所以順便告訴大家 4月1日 我們都會試一試 5G的速度 一開會是怎樣 居民的台都很準時 4月1日零時零分 零分 零分才踏著 因為原因就是 政府拉伸的問題 早一分鐘都不行 所以就 不簽債約 正式的 對 4月1日零時零分 就是大家等等 撻制 留意著我們PCM 我們會試一下 實際 實際試一下 5G的速度 好 今集就差不多了 有問題 大家可以繼續在 我們這個Post 下面留言 我們這幾天 4月1日之前 我們都可以幫大家 準備一些答案 等4月1日 網絡開通 我們下去幫你試 都可以 今集差不多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